是朋友也是竞争的伙伴 去实现世界第一的梦想 在身旁紧密无间来帮忙 一起去奋斗一起去成长 不断去击败对手团结一直不退让 去面对黑暗并肩的挑战 战斗吧 暴露参叉变形吧 战火进化 赢的打赛去粉碎黑暗 把网络我的伙伴发生落落的力量 一路前行 永远去穿 第一届暴龙团队会战提将举办 为了在大赛夺冠 星期四人让暴龙们进化成一种全新的形态 战斗机器人 但有的选手为了取胜 居然用一种黑暗零件来桥挂暴龙 这些暴龙会因为黑暗零件而暴走 到处破坏城市和伤害人类 为了保护城市 维护大赛公平 星期四人决定处置他们 最终星期他们能否成功夺冠呢 第二十三集淘汰赛开始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八王龙准备好了吗 这次我们还装上了 明明送来的最新梦幻灵剑 好想快点试试它的力量 好了 大家一定要取得胜利啊 博士 时间差不多了 嗯 出发吧 那么 众望所归 期待已久的暴龙团队会战 决胜淘汰赛终于要来临啦 这种家伙看起来都好强啊 看起来都好强啊 那么 有请举办大会的主办人 迦勒雷奥博士进行决赛的开幕宣言 各位好 首先恭喜各位 能够来到决赛淘汰晋级赛 我很期待你接下来 能有更加白热化的战斗赛说 那么 暴龙团队会战 淘汰赛 抬幕 接下来是公布对战表 参赛学生们都往这边看 啊 雷电阿顺 雷电阿顺是四天王当中的一个成员 四天王指的是迦勒雷奥博士 为了暴龙研究而召集的四位强者 雷电阿顺 神木大本 大地江窑 火焰赤智 这四个人都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这四个人分别代表雷 木 土 火 四种属性 都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人称四天王 那个雷电阿顺 他至今为止无一百计 而且 他总能在一分钟内分出胜负 一分钟 你们的比赛 我可是很期待的哦 决胜大赛第一战 雷电阿顺队伍 对新奇队伍 让我来打头阵吧 从他们的队伍名字来看 都是使用雷电暴龙 而雷电攻击对我的假龙来说 效果会比较弱 然后是新奇和罗拉 阿顺是以速度取胜 罗拉 你要好好观察我和新奇的战斗 用眼睛去习惯他们的速度 嗯 那么 第一回合 战斗开始 让我尝试下新灵剑的功能吧 假龙 纠集战斗净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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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别怕 上吧 是 嗯 闪电球 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 假龙 炎强 哇 速龙释放了雷电攻击 假龙能抵挡得住吗 噢 哼 噢 噢 假龙是不怕雷电的 震爆大地 可恶 可恶 给我顶住 没有 没用啊 怎么可能 好啊 太棒了 海月 好 下一个 是 第二回合 战斗 开始 发起进攻 假龙 什么 太慢了 龙卷翁水尾 假龙 可恶 啊 完全干不清动作啊 假龙的仇 由我来报 等一下 我已经看清楚他们的攻击方式了 让我上吧 嗯 三角龙上 纠集战斗计划 第三回合 战斗开始 一招决胜负吧 三角龙 什么 火花轰炸 火花轰炸 哦 好厉害啊 怎么可能 啊 啊 要上了 赫世进鸟龙 上吧 战斗进化 第四回合 战斗 开始 啊 消失了 不 我居然在三秒内不能赢 金鸟龙 好 三角龙 看来虽然速度一样快 但攻击力还是我的信鸟龙比较强 三角龙 不要输啊 啊 啊 这 啊 难道是冰尼给的心灵剑的力量 不可能 金鸟龙 快还击 黑暗火花 三角龙 火花轰炸 什么 就是现在 瞬雷突襟 这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圣者 星旗小队 耶 罗拉好厉害啊 我们的暴龙也能变出武器吗 这也是多亏了 从冰尼那里得到的全新梦幻灵剑 我相信你们也一定可以的 啊 真是丢人现眼 还整天吹嘘自己的速度 真是可笑 要去了吗 真是阴气的家伙 嗯 那是什么 下集预告 下一场 星旗小队 对战四天王之一的 神木大本 星旗小队决定让星旗先出场 星旗不负众望 拿下前两回合胜利 就在这时 神木大本居然做出了一个突突意料的举动 请看下集 古战 神木大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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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一片公???? 差不多